在没有鸣笛的救护车内 益销拿着手机 拍下油内而外的第一视角 但地点怎么是在暗箱内 而且车上还有两名警销 正在偷懒划手机 三个意愿出来反对 队员就把救护车乱开 停在社区的两个点 就在那边聊天玩手机 超过一二十分钟有 益销爆料 基隆七毒分队 两名警销执行完车祸救护任务 回城时没返回分队 而是躲起来偷懒 益销看不下去先回去 他们还变称是在讨论救护技术 反对途中未立即返回对上 而是将救护车开自 人烟稀少的道路边休息 躲避第二次救护出勤 本局将以严重的 既过以上行政处分 偷然躲避勤务 如果延误其他人的救护事件 事情可就大条了 更会对于自己是救护人员的身份 而画面一转 华联的警销正在和火舌搏斗呢 谁会在大晚上 半夜一两点在那边弄木炭 拿着手电筒一旁切树丛里 发现一名中火的盘姓富人 你人又跑掉 那东西烧到后面谁要处理 到处都是森林大火 木头被烧得焦黑 消防局统计 7月8月杂草废弃物火警 打93件地点都很集中 没想到是人为中火 害大家疲于奔命 目前我们消防人力真的要紧风 那如果杂草火警 又占据了我们消防的勤务的话 可能都会间接影响 尽急救护 包括一般住宅火警的勤务的影响 富人中火 让消防人员忙翻天 除了浪费社会资源 更可能害一般火警 没有人力救援 非常夸张 记者朱丁龙 刘起焦 基隆花莲采访报导